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物,欢迎来到动物托邦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故人回家,行人必让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感诗将的感诗口诀 说起湘西感诗,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 湘西有三邪,感诗,古独,落花,动女 其中感诗排在了三邪之首 1994年,香港一个电影摄制组曾全组来到湘西 准备拍一部民俗电影《湘西感诗》 湘西籍著名画家黄勇玉得知后 给电影公司的老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 最终劝退了摄制组拍摄电影的计划 黄勇玉信中的那一句 请不要让世人误解我们这块正带开发的土地 让很多人陷入了思考 湘西感诗究竟是有着神秘色彩的传统文化 还是以讹传讹的封建迷信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湘西感诗背后的真相 感诗又被称为遗灵 顾名思义就是将已故之人的尸体或者是灵魂移到别处 虽然听上去很不可思议 但是感诗也是我国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乌是什么 古人云乌者一也正所谓乌一不分家 繁体的一字下半部分就是一个乌字 而一又被称为是古时候一切人类活动的最高境界 皇帝内经就是证据 皇帝和能与神沟通的天师齐博之间的对话 成了最早的一部中伊典籍 在那个科学还不发达的年代 民间普遍认为乌一能和神灵沟通 不管是乌还是一都是备受尊敬的存在 乌字的上下两个横分别代表着天和地 左右的人分别代表的是乌师 中间的一束代表着连通天地 意思就是乌师是连通人间与神界的桥梁 而湘西苗族赶世将在当地人眼中就是半人半巫的存在 湘西位于今天的湖南省西北部 而湖南在战国时期是楚国的核心区域 根据史料记载 楚人的部落最早聚居在殷商陪都昭哥的南面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政一带 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曾经详细聊过了 巫术占卜祭祀文化是如何把控商朝命脉的 商朝的乌文化对楚人的影响也非常大 后来商朝为了开疆阔土 数次攻打楚人 楚人的首领为了生存 带着百姓们去了更偏远的南方 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一带 巫术文化也被楚人带到了南方 就这样楚雾成了金楚之地特有的文化标志 根据湘西民间传说 赶狮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赤游时代 苗族的祖先赤游是几千年前九离部落的酋长 他率领大军在黄河流域与皇帝交战势力 战场上横尸遍野流血飘露 赤游看着战死他乡的族人们心痛不已 请求军师想办法把族人的遗体带回家乡 军师早有良策 只见他将自己打扮成赤游的样子 站在尸骨中间念着咒语 不一会儿躺在地上的尸骨就站了起来 跟在扛着大旗的军师后面踏上了回家的路 当然了这属于上古神话传说 真实性与无从考证 比较接替气的一种说法是 赶狮树起源于清朝 清朝初期经过了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 土鼠和清兵入川等一系列战乱 川渝地区的人口锐减 形成了百里无人烟的残像 于是清康熙帝实施了以胡广田四川的政策 也就是鼓励湖广地区的居民移民到四川生活 很多移民直到去世都没能再回到故土 而客死他乡在古代又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凄凉的事情 于是便催生了赶尸匠这一特殊行业 从地理环境上来看 湘西地处云贵高原 崇山峻岭地势崎岖 车马难行 想要通过陆路将去世的人运回湘西 是非常困难的 花销也很大 而作用水路的话需要经过长江的三峡河段 那里水流湍急 岸礁密布 经常有船只沉没 古人又迷信地认为 让尸体上船是非常不吉利的 相比之下 赶尸是活人赶着遗体走 不需要借助车马船等交通工具 费用也相对低廉 就成为了很多湘西人 让死去的亲属回家的首选方式 赶尸匠也不是谁都能做的 想要习得这门绝活 其拜师条件十分苛刻 赶尸这一行一辈子都要和亡人打交道 就算是放在现代 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所以从事赶尸匠的 一般都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人 想要成为一名赶尸匠 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胆子大 这个很好理解 做这行的 胆子小的肯定干不长 有时候为了考验想要拜师的人 赶尸匠师傅会在深山的坟头上放一片梧桐叶 让想拜师的人半夜去取 取得回来才算通过 第二 方向感要好 师傅会让徒弟望着当空的太阳 然后旋转 转到一定程度 突然叫停 令其立刻分辨东南西北 如果认不出来 就说明方向感不行 晚上走夜路的时候是容易迷失的 所以立马淘汰 第三 身体素质要好 毕竟赶尸匠每天要行走几十里路 还经常遇到崎岖不平的山路 体力不过关可是不行的 除此之外 还有传闻说 赶尸匠要长得丑 这样才能让路人避而远之 好的赶尸匠 一辈子都不能娶妻生子 这样才能把路给走顺 听起来着实是挺邪门的 满足以上这些条件只是刚构得上 拜师学艺的门槛 想要出师 还要习得赶尸三十六宫 第一宫是站立宫 就是能让亡人站起来的本领 第二宫是行走宫 就是能让亡人走起来的本领 之后的转弯宫 下坡宫 过桥宫 就是能让亡人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 尽量行走自如 另外还有比较特殊的崖狗宫 在赶尸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野狗 赶尸将需要立刻能让野狗安静下来 不要惊扰到亡人 最不可思议的是还魂宫 用一种香西特制的草药 喷洒在遗体上 给亡人还魂 俗话说 人有三魂七魄 还的魂越多 亡人就越轻便灵活 赶尸将还有陈州服 陈沙两大法宝 据说能够镇妖辟邪 陈州服是古时候陈州地区 也就是今天湖南淮化一带的巫师所创 又被称为灵服神服陶服 至今仍在一些民俗活动中广泛使用 陈州服一般被画在黄表纸或者是珠沙纸上 样式至少有150多种 多由代表人 人头 凶琴猛兽的符号和汉字组成 相传赶尸将把陈州服贴在王者的额头 就能够镇住亡人的三魂七魄 防止失变 陈沙其实就是珠沙 呈大红色 是硫化拱在自然界中的矿物形态 富有金属光泽 也是一种中药材 内服可以镇心安神清热解毒 外用能够抑制或者是杀灭皮肤上的细菌和寄生虫 从而起到防腐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乌文化中 陈沙也被认为具有辟邪性 在赶尸前的准备工作中 赶尸将先是施法念咒 然后将珠沙塞进王者的口耳鼻中 也涂抹到脑门心背膛心和胸膛心窝 左右手掌心脚掌心等处 涂完珠沙之后贴上陈州服 这么锁是为了防止魂魄离体 赶尸将平时在家里就像普通的农民一样 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只有街道活的时候 才会把自己装扮一番钱去赶尸 懂行的人在请赶尸将送人之前 都会客套的问上一句 师父能走一脚步 这样问既表示尊重 也避免了一些晦气的词 赶尸将若是答应走脚 便会在一张符纸上写上亡人的名字 出生年月 去世年月 性别等信息 将符纸随身携带 走脚的时间也十分讲究 一般都是咒服夜行 不会穿过城镇 都是从一些荒山野岭或者是山间小路上徐序而行 这也很好理解 毕竟大白天的如果有一对遗体从闹市街区穿过 那还不是得把活人也给吓没了 其次赶尸将是很忌讳猫狗等牲畜冲撞亡人的 要是遗体残缺不全 也没有办法向雇主交代 赶尸将们通常不打灯笼 手里拿着一个被称为射魂灵的铜铃 山间小路上 但凡能听到那铜铃响声的地方 鸡不鸣狗不叫 鸟兽回避 仿佛连鱿鱿也都深深地潜入了水底 按照湘西当地人的说法 铜铃声能够指引亡魂回家的方向 不至于魂魄离体成了孤魂野鬼 早在赶尸将抵达目的地之前 王者的家属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情棺材 王人一到立刻换上兽衣兽帽兽鞋 请王人入关 整个入脸过程都是由赶尸将负责的 而且根据旁规 绝不允许旁人插手和观看 说是怕惊扰了王人 有惊师的危险 王者装脸一切准备就绪 桑家才能前去认领 棺盖一开 眉须必现 容貌宛如昨日 此时桑家亲属往往会嚎啕大哭 气不成声 赶尸将们就会安慰他们说 不要过于悲伤 致使王者不安 幸亏王者生前是既有功德的 这才能够平安返回乡土 赶尸将出发之前 雇主会交上一半的定金 等到了目的地入脸之后 再把剩下的钱给付清 这一趟走脚就算是完成了 不过赶尸将也不是什么活都接的 有三感三不感的原则 砍头的受脚刑的 战龙的可以赶 因为赶尸将们认为这些人 不是自愿离世的 他们的灵魂还留恋人间 想念家乡和亲人 对于这些人可以施法 将他们的魂魄召回 封印在遗体内 再把他们带回家乡 并死的投河掉井 自愿而亡的 雷打火烧肢体 不全的不敢 因为这些人的魂魄 已经到了阴曹地府 强行召回是要遭天谴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赶尸的地域范围是非常小的 往东北直到朗州 也就是今天的常德 不能过洞庭湖 往西北直到福州 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河川区 往西南只能到贵州 往东南只能到静州 大致涵盖了大湘西地区 传说中这些地方是 苗族祖先的鬼国侠地 再远就出了界 陈州府就不起作用了 赶尸将也赶不动亡人了 但这背后的真实原因 可能是因为只有大湘西地区 才有供赶尸将歇缴的 王者客栈 也只有大湘西地区的居民 听到赶尸将的小音罗 才知道回避 赶尸将走一趟角 动辄几天甚至半个月 中间休息的地方 是必不可少的 一般清晨天亮之前 赶尸将就会在 不接待活人的 王者客栈里住下 睡一个白天 到了晚上再上路 要是遇到刮风下雨 或者是路不好走的情况 可能要在客栈里 一连住上好几天 这种王者客栈 没有老板 也没有店小二 常年大门常开 但也不用担心有毛贼 毕竟哪有贼敢偷这种地方的 每间客房的门板 后面是停尸的地方 赶尸将住完客栈 离开之前 会把房钱留下 关于赶尸 苗族作家沈从文 曾经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经过陈州 也就是今天的园林 那地方出沉沙 且有人会赶尸 若眼浮好 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 在公路上行走 汽车近身时 还知道避让在路旁 完全同活人一样 早年间 央视还拍过一部 关于赶尸的纪录片 片中生活在湘西的苗族 老太太吴凤英说 她儿时曾经亲眼目睹过 死人走回来 那人身穿白衣 头戴斗笠 双手下垂 到家之后 赶尸将取下她的斗笠 她就倒下了 还有著名的现代派作家 施哲存先生曾在祝游科的巫术 艺文中绘声绘色的写道 湘西这一带到处都是高山深谷 丛林蜜精 走路都很困难 车马更不容易通过 如果有人死在外乡 则无法运棺材回乡安葬 因此唯一的办法便是请祝游科 带死人走回家 祝游科画一道符贴在死人的额上 念了咒 摇着一个射魂铃 死人就会跟着他走 一个祝游科后面 跟着一个或几个死人 走到天色江明 就得投奔当地祝游科的家 死人走进门 就靠在门板后面 不能让他躺倒 一躺倒就破了法术 第二页就不能走了 所谓祝游科 就是古代医术的一种流派 最初与巫术同源 既不扎针不吃药 通过著说病犹来医治病人 黄世珍编著的 《中国民情风俗搜奇艺书》中 也提到了感尸 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重庆的打同街 就有做感尸生意的店铺 店铺的屋檐下 挂着一块木招牌 上面写着 猪游科专制宜男杂政 代办运尸还乡 从这些记录和采访资料中 可以看出 感尸并非是一种 以讹传讹的都市传说 而是真正存在过的 一种民间手艺 可感尸究竟是怎么感的呢 难道这世界上真的存在 让尸体自行行走的法术吗 为解开这背后的谜团 有记者根据传闻 辗转来到了 湖南省西部的芷江县 找到了湘西最后一位感尸将 据传闻 当时仅存的最后一位感尸将 就住在芷江县的 国际和平村 可是当记者赶到那里的时候 当地的村民却表示 没有听说过什么感尸将 住在这里 不愿放弃的记者一连问了好多村民 最终终于找到了一位知情人士 这位知情村民告诉记者 他听爷爷说 做感尸将的一般都是晚上开工 这些都不能告诉别人 所以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 在知情村民的带领下 记者终于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感尸将 田铁武 田铁武1974年 出生于湖南省园林市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湘西人 爷爷和大伯都是感尸将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 感尸术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 田铁武目前是指教乌挪绝技 表演艺术团的团长 记者一见到田铁武 就直截了道能问他说 你会感尸吗 田铁武回答说会 我接下来说你会感尸 是不是真的了 会 平时我们就是到村子里面 就搞一些祭祀啊 一些就是这个 其他的绝技绝合啊 这一类的 这边的感尸不敢了 这个现在就已经 这个就是淘汰了 接着田铁武向记者讲述了一个 他爷爷和他大伯感尸的故事 那是在1939年的一个秋天 田铁武的爷爷田启章 带着家乡上百名士兵赶往湖北战场 结果一仗打下来死了八十多名兄弟 出发前 田启章曾向福岛乡亲们承诺说 战争结束之后 一定会把兄弟们整整齐齐的全都带回家 为了兑现这个承诺 田启章带着自己的大儿子 也就是田铁武的大伯田亦林 和其他几位敢尸将一起 把这些阵亡的将士的遗体 带回了湘西 田铁武说他的大伯田亦林 是没有子女的 为了不让敢尸的技术失传 就把这项绝活交给了田铁武 小时候学湘西敢尸术的时候 田铁武只是觉得新奇好玩 长大之后才了解 这背后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 田铁武的这番话 把记者的好奇心全部都给调动了起来 可是当记者提出想要让田铁武 展示一下敢尸术的时候 田铁武却想都不想就回绝了 这不禁让人怀疑了 说这老田到底会不会敢尸呀 毕竟田铁武生的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 怎么都和我们印象中的 先锋道骨的敢尸将士半点都不大概呀 但接着田铁武进一步解释说到 没有办法展示 是因为缺少一项重要的道具 那就是尸体 当今社会如果有人克死他乡 亲友一般都会选择就地火化 然后再把骨灰带回箱 即便是真的要把遗体运回去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 也完全用不着敢尸 田铁武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就当记者准备信信而归的时候 田铁武竟然主动提出说 如果记者们实在想看 他可以不使用遗体 就示范性的展示一下敢尸术 因为他也不想让敢尸术 在他手上失传 所以希望借助记者的镜头 留下一些影像资料 记者们喜出望外 当天深夜 田铁武带上工具 在村后的树林里展开了表演 他穿着道袍 几个徒弟带着遮住脸的草帽 额头上贴着符纸 根据田铁武介绍 这符纸最重要的功效 其实就是防止蚊虫叮咬尸体 露出来的部分 和这所谓的符纸 原来竟然是屈纹贴呀 随后只见田铁武的几个徒弟 双手平举 两根黑色的大竹竿 从他们的腋下穿过 真正赶尸时 赶尸匠会用绳子 把亡人的手臂固定在竹竿上 竹竿一定要涂成黑色的 这是为了避免在深夜中 被路人发现 吓到路人 也正是因为竹竿被涂成了黑色 才会给人们一种尸体 自行自走的感觉 因为竹竿是有韧性的 赶尸匠一前一后 抬着亡人走 竹竿上的亡人 就会上下晃动 远远看去 就像是香港僵尸片里 一蹦一跳的僵尸 田铁武表示 一个赶尸队伍 一般配备有一个点灯人 一个隐尸人 两个服饰人 和一个赶尸人 点灯人 在队伍的最前方 负责探明 哪条路比较好走 最容易让尸体通过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点上一盏灯 作为引路信号 隐尸人 手摇同龄指前 走在服饰人前面 为队伍寻灯指路 服饰人则 一前一后地 挑起竹竿行走 负责断后的是赶尸人 手持长鞭 遇到野狗牲畜时 会挥动长鞭驱散 同时鞭声一响 最前面的点灯人 也能知道 队伍有没有跟上来 或者走到哪里了 我说这个尸体 它走的时候 跳动的时候 它这个位置 它应当是这个 脚尖是这么走的 而这个位置 它根本就是一个僵直 僵直包括这个地方 它也属于僵直位置 要是说到 遇到那个屏路者的话 它是那种挪动 这是很直的挪动 它这个挪动 它都是用 由于我们的扶石匠 能够完全控制它的 速度和这个方向 这是扶石人的一个工作 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在这个杆尸之中 切的离不开 就是一个扶石匠 按照这个分工 一个最低配置的 赶石队伍应该需要五个人 其中扶石人是最为辛苦的 所以有些队伍可能会配备 三到四个扶石匠 如果一只赶石队伍 能有六到七个人的配置 那移动速度就非常的快了 根据田铁武所说 一般晚上十二点出发 走到第二天凌晨四点 一晚上就能走三四十里的路 前面有人开路 后面有人守护 这样一趟活 几天就走完了 听到这儿 记者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个疑问 现在只剩下田铁武一个赶石匠了 那是不是赶石这工作 就再也无法展开了呢 田铁武说 一个赶石匠 也不是完全就不能接活了 只不过路子比较野 需要先将亡人大卸拔块 用稻草来代替躯干 只保留头部和四肢 赶石匠背着亡人行走 在身上再罩上一个大袍子 抵达目的地之后 由于入脸的过程 都是由赶石匠全权负责的 旁人是不得观看的 所以亲属也不会发现 亡人的遗体早就已经残缺不全了 不过这种方式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使用的 因为这样对亡人实在是太不敬了 还有一个疑问是 赶石匠走一趟脚 至少也要几天 那么他们是如何保证尸体不符的呢 这就要提到 苗人善用药的特长了 俗话说千年苗医万年苗药 在苗人眼中百草接药 他们调制出了一种特殊的药水 把药水涂在遗体上 加以熏蒸就可以保护遗体不符 湖南棘手大学教授 苗使专家吴曙光猜测说 这种特殊的药水中 可能加入了朱砂和水银 他认为比起赶石 如何能够保证尸体不符 才是赶石匠最大的绝活 他们掌握了这个尸体不烂啊 不硬啊 这个药物他们还是掌握了 你比方说加了一定的 这个朱砂进去以后 特别是加了这个水泥进去以后 或者说用水泥蒸发它以后 把那尸体蒸了 加个水泥一蒸了以后 它全都是兜 这样的话呢 它就仿佛在这个层次 就更加完美吧 它就成了一个保护膜 保护层 晕过来这过程中 我认为可能还是吃药的 拿着拿着防腐 田天武说 赶石匠使用的防腐药水 是这个行当最大的秘密 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它是不能向任何外人透露配方的 说到这 赶石的谜团似乎已经揭开了 可是赶石匠 真的就只是力气比较大的挑夫而已吗 什么法术 什么赶石36宫 难道全部都是谣传吗 前文我们提到的 湘西苗族老奶奶吴凤英 在纪录片中 还讲述了他小时候的 另一件奇异经历 说村子里有一户 人家的老人去世之后 家里人一直都找不到 老人生前佩戴过的银饰 这家人呢 就找来了赶石匠 赶石匠一口浮水 吐在了老人的遗体上 遗体蹭了一下就坐了起来 也不说话 就用手指着藏银饰的地方 不仅是吴奶奶的离奇经历 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还发现甜铁舞曾经在 另一档探秘节目中 表演过复活公鸡的法术 公鸡一向被认为是 具有驱邪通天的神性的 古人在祭祖拜神的时候 常常都会用到公鸡 节目拍摄当天 正好是湘西某地 鼓楼落成的日子 按照传统 村民们会在这天 请巫师进行一场 隆重的祭祀仪式 而甜铁舞正是被 请来做法师的巫师 在烧香拜天吹牛角等 一系列仪式过后 甜铁舞拿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公鸡 举着鸡朝不同的方向祭拜 口中念念有词 期间手也不断在鸡的身上 指指画画 接着甜铁舞拿出了一根长钉 将鸡钉在了祭祀的木台上 然后在鸡的头上 贴上了一张陈舟符 鸡丝毫都没有挣扎 就在此时 甜铁舞隔空对着公鸡 做了一个手势 公鸡突然就扑腾着翅膀 跳了下来 然后甜铁舞又取出了 另一只公鸡 割净放血 也把这只鸡钉在了木台上 记者还在公鸡的旁边 点燃了鞭炮 公鸡丝毫都没有反应 随后甜铁舞念了几遍咒语 含了一口水 喷向了公鸡 并顺手将公鸡推向半空中 这时公鸡竟然扇动着翅膀 安然无恙地落到了地上 记者们不信邪 觉得是甜铁舞 事先在公鸡上动了什么手脚 于是从菜市场又买了几只鸡回来 可结果都是一样的 甜铁舞的公鸡复活术屡试不爽 不过甜铁舞说 被做过法式的公鸡 虽然暂时被复活了 但大部分还是活不长 四五个小时之后仍然难逃一死 后来有所谓的动物学家 尝试从科学的角度 破解甜铁舞的法术 专家指出 鸡是很容易被催眠的一种动物 只要捂住鸡头或者让鸡头贴近地面数十秒 鸡就会瞬间进入一种强直不动的假死状态 看起来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不管外界有多大的动静 鸡都不会有反应 这是动物在进化过程中演变出的一种防御机制 当感受到环境或者是捕食者的威胁时 就会用装死的方式让捕食者对他们失去兴趣 可问题是甜铁舞在做法式的时候并没有强行按住鸡头 而且专家也说了 对鸡进行催眠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轻拿轻放 天铁舞做法式时显然是没有轻拿轻放的 而且鸡被钉在祭祀木台上也一定是不舒服的 也许关于感食术和苗人秘传的巫术 甜铁舞还有很多在节目中不方便透露的内容吧 尽管甜铁舞是金氏最后一位感食将了 但是他并不感到失落 甜铁舞表示不会让感食术在自己的手上失传 会一点点的将技术毫无保留的传给徒弟 艺术团里甜铁舞也把感食的过程加以改进和舞台化处理 让感食成为了湘西乌挪文化的表演项目之一 在我看来与其说湘西感食是一种封建迷信 不如说这是一种濒临绝技的传统手艺 感食背后蕴含的是国人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夙愿 也是感食将们普渡亡魂的将人精神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屋 欢迎来到动物托邦 骚灵现象又被称为波尔戴热斯现象 在超自然学上被认为是由灵体引发的一种物理现象 通常表现为建筑或者房间内物体乱飞 出现吵杂声等等 Portogastik波尔戴热斯一词来自于德语 一位喧闹的灵魂 超自然学者认为骚灵与一般的鬼魂或者幽灵不同 他们即使在活动过程中也不会显现出任何形体 无法被拍摄仪器记录下来 但他们的活动又可能同时涉及听觉触觉视觉层面的现象 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在英国伦敦北郊的恩菲尔德骚灵事件 曾经震动欧洲 恐怖片《招魂2》就是以此事件为原型而改编的 2020年底 YouTube上出现了一个叫做Yamakio的频道 频道主居住在日本 以及便宜的价格租下了一间凶宅 两年来他记录了在凶宅内发生的一切 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Yamakio究竟在房间里经历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诡异的频道 2020年12月 日本博主Yamakio在千叶县市园市租下了一个内部设施相当不错的小别墅 一楼是一个12个踏踏米的大客厅 二楼有两个尺寸分别为4.5和6个踏踏米的房间 日本人通常用踏踏米作为计量单位来表示房间的大小 一个踏踏米相当于长6尺宽3尺的长方形 这处房屋有42年的历史了 但内部已经进行过翻新 亚马哈系统的新型厨具 三通燃气灶 私人花园 还有停车场 从这里搭电车到东京站只需要80分钟 如此交通便利 内部宽敞的房子 一个月的租金只需要49000日元 大概相当于2500人民币 究竟原因是因为前住客在房子里病死了 病倒的地点是房屋的厕所 去世两天后 他的遗体才被人们发现 也就是说这栋房屋是日语中的事故物件 所谓事故物件通俗来说就是凶宅 物件在日语中有房子的意思 发生过凶杀自杀火灾这类事件的房屋 一般都会被认定为是事故房 孤独死的老人如果死后很长一段时间 遗体才被发现 那么他生前所住的房屋也会被认定为事故房 大部分人当然都是非常介意事故物件的 但也有一批人认为房子里死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而会被事故物件低廉的价格所吸引 Yamakyu显然就是属于后者 不过他入住之后还是按照日本传统 买了清酒盐和香 在屋子中央设立一个小祭台 连续点香一周祭祀供奉 清酒的味道如果没有变就表示这房子问题不大 接下来的几天里Yamakyu给房子添置了一些家具 新的沙发全身静 还动手把一个储物柜改造成了电视柜 清酒的味道一直都没有改变 可就在他觉得可以安心在房子里住下来的时候 怪事发生了 2021年4月12日凌晨1点 Yamakyu入住凶宅四个月之后 他用智能手机拍下了屋内发生的诡异一幕 厕所的门突然自己打开了 Yamakyu走进厕所查看 什么都没有发现 动静也消失了 一些网友建议Yamakyu在浴室安装一个摄像头 记录一下夜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Yamakyu照做了 黄色海外 偶尚 到处后 疫苗 内gets 用右退 虽然 potem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几天之后 Yamaki调整了一下 浴室摄像头的角度 这次拍下的画面更加诡异 物体开始自行移动 墙内还传出了惨叫声 就像是有人被关在了墙里一样 2021年6月25日 Yamaki下班回家后 发现箱散落一地 在清理箱的时候 她抬眼向窗外望去 看到门口的小山上 有一段废弃的阶梯 阶梯并不是通向山顶的 只有很短的一段 而且尽头被封住了 因为好奇阶梯被建造的原因 Yamaki特意查阅了当地的历史资料 结果发现这里原本是一片森林 还有很多坟地和乱葬岗 不知道这些是否 跟她家发生的灵异现象有关 这支视频可以说是完全暴露了 Yamaki家的准确位置 而家里的怪事也还在继续 6月28日凌晨2点50分 Yamaki又拍到了 浴室间的门自动关上 Yamaki又曾一直以为 她家的骚灵现象 是前住客的灵体所引起的 但是她一位会通灵的朋友告诉她 这更像是小孩子的灵魂 在玩恶作剧 于是Yamaki又就在浴室间里 原本放竹框的位置 放上了一些乐高玩具 可2021年7月14日 她还是拍到了这样的一幕 第二天 Yamaki从网上买了一个罗盘 她意外发现 她家厕所的门 竟然正对着东北方向的鬼门 她走出屋子 一直往东北方向走 结果在山上发现了一口枯井 在相反的西南方向 她发现了一片古墓群 不知道这是否影响了她家的气场 2021年9月28日这天 她隐约听到屋子外面 传来了一阵哭声和呻吟声 她跑到屋外去查看 但一切又突然戛然而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0月2日 10月2日依然是来自厕所的奇怪敲击声 感谢观看 减雷 9 1 亚 5 1 2 字幕、李宗盛 10月5日这天 亚马凯家门口来了一只狗 狂叫不止 亚马凯出门查看 发现狗狗似乎是挣脱了狗绳 偷偷跑出来的 他认为这应该是附近邻居家的狗狗 可为什么狗狗会一直冲着亚马凯狗叫呢 甚至当亚马凯靠近的时候 狗狗也不躲啥 10月12日 亚马凯把房屋里里外外检查了个遍 尤其是厕所的墙壁 天花板和地下漏水口 日本很多房屋都是木头框架的 房顶很容易躲进小动物 亚马凯一度怀疑 屋里的怪声是小动物撞击房顶 或者是墙壁发出的 但很显然 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10月16日 亚马凯又听到屋外传来了声音声 这次的声音听起来像个老头 亚马凯外出查看 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此时一架飞机低空飞过 怪声淹没在了飞机的引擎声中 飞机消失在空中后 周围恢复一片寂静 只剩下了虫鸣 据亚马凯所说 不光是他 很多周围的邻居也听到过这样的怪声 但大家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0月21日 亚马凯又录下了从厕所里传来的巨大敲击声 亚马凯又说 如果把手放在厕所门上 甚至可以感受得到震动 他没有直接走进厕所 而是选择绕到院子里 打开了厕所的窗户 声音还在继续 而且更大了 亚马凯又回到厕所门口 进入厕所之前 他敲了几下门 这是一种向灵体示意的方式 意思是我要进来了 中国也有类似的习俗 老一辈的人常说 如果离开家很长时间 回来后进家之前 一定要先敲几下门 亚马凯又打开厕所门的一瞬间 声音就戛然而止了 11月初 亚马凯又从网上购买了一个热成像仪 热成像仪用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温度 颜色越亮 代表温度越高 如果有小动物躲在暗处 热成像仪一下子就能识别出来 亚马凯又是想借助此工具 确认怪声是否来自动物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小动物的踪迹 11月3日 亚马凯又听到屋外 传来了类似老人的声音声 这次他干脆直接向外泼了一层滚烫的水 这次他干脆直接向外泼了一层滚烫的水 瞬间声音声变成了惨叫声 亚马凯又说也许他不应该这么做的 自从上次亚马凯无意之间公开了他家的地址之后 有不少网友就开始用谷歌地图研究他家附近的街景图 2021年12月23日 亚马凯更新了一支视频 他说有网友在推特上给他发私信说 在街景图中看到他家窗户上印着一个人脸 街景图的拍摄时间是2012年10月 去世的前房客当时应该还住在这栋房子里 12月25日 圣诞节这天晚上 有网友找来了亚马凯家 这让亚马凯感到很苦恼 他觉得突然出现的陌生网友 影响到了他的生活 呼吁网友们不要再找上门来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2年 2022年1月8日上传的视频中 亚马凯提到 有很多电视台联系过他 想要来他家实地拍摄 或者转载他的视频 但他都拒绝了 他说他不排斥和一些超自然研究机构合作 但是他不想出现在电视媒体上 房子里的怪事还在继续 2022年4月 亚马凯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2022年4月15日 一只小白猫闯进了亚马凯的镜头 亚马凯说 春天来了之后 经常会有小猫来他家院子里逛逛 最常来的就是这只小白猫 小白猫可能也看出了亚马凯并没有恶意 接下来的几天里 甚至开始大摇大摆地走进亚马凯的房间 侵占他的床 亚马凯干脆收养了这只小白猫 给他起名Q叫 还给他添置了猫纱 给他买玩具 带他去做体检打疫苗 学业检测结果显示 Q叫带有猫艾滋病病毒 这种病毒并不会传染给人类 亚马凯猜测可能是长期的流浪生活 导致Q叫患病的 也可能是Q叫的前主人 知道Q叫患病之后就遗弃了他 说来也怪 自从Q叫来了亚马凯家之后 他家的怪事就消停了好一段时间 亚马凯很久没有在屋里屋外听到怪声了 物体自己位移的现象也神奇的消失了 好一段时间里 亚马凯的频道甚至都快变成宠物频道了 不过在2022年夏天 亚马凯家经历了频繁的异常停电 每次停电的时间并不长 大约也就一秒钟左右 屋子里的灯突然之间就全部熄灭了 然后又马上恢复 这样的停电大约每周都会发生一次 虽然亚马凯从新闻上得知 他所居住的地区那段时间 确实有电力短缺的问题 但只持续一秒左右的断电 依然让他感到很不安 而且家里很多电器都因为这频繁 而有诡异的停电被烧坏了 2022年10月6日 亚马凯找来了电力公司的维修人员 检修线路 结果发现迷之断电的真正原因 是线路接触不了 果然更换线路不见后 停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就在亚马凯觉得这是虚惊一场的时候 2022年10月20日 熟悉的怪声又回来了 这天晚上他骑单车回家 在家附近一座古坟旁的公路上 又听到了那个久违的老人的声音声 三天之后 怪声又出现在了亚马凯家屋外 这次亚马凯觉得声音是从山上的树林里传来的 难道这声音真的是动物发出的吗 又或者说是季节性的 2022年11月6日 亚马凯开始尝试鸿击一时的抓鬼软件 怪声出现时 怪声出现时 怪声似乎真的捕捉到了一些东西 可是第二天 当亚马凯拿着怪声 在屋里进行测试时 发现墙上挂着的背包都被幽灵附体了 这个软件可能也就是个笑话吧 2023年初 亚马凯家洗手间又重新出现了怪声 这次像是指甲刮墙的声音 直到今天 亚马凯依然在持续更新发生在他家里的怪事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疑问了 为什么亚马凯不搬走呢 其实从他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灵异事物并不反感 甚至可以说都不抗拒 亚马凯曾经在一期视频中说过 他不认为那些自然死亡的人会变成恶灵 大部分留恋人间的灵体都是还有放不下的事情 在记录凶宅生活的同时 亚马凯还会经常分享一些发生在他自己和他身边人身上的灵异怪谈 也许亚马凯就是我们常说的容易遇鬼的体质吧 当然了 也有人认为 亚马凯的视频从头到尾都是在摆拍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巫 欢迎来到董托邦 你听说过莫比乌斯环吗 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现象 把一根纸条扭转180度后 再把两头给粘起来做成纸袋圈 这个纸袋圈就具有了魔术般的性质 如果把一只小虫放到纸袋圈上 小虫可以爬满整个曲面 而不必跨越它的边界 这样的纸袋圈后来被命名为了莫比乌斯环 普通的纸袋圈都有两个面 一个正面 一个反面 即双侧曲面 如果把两个面涂成不同的颜色 这两种颜色是永远不会交汇的 但莫比乌斯环是单侧曲面的 也因此被称为无限循环 无限大的数学符号就是一个莫比乌斯环 莫比乌斯环寓意 如果一个无限循环的系统建立起来的话 那你就将永远无法摆脱诅咒 很多经典影视剧中都能看到莫比乌斯环的影子 比如说2019年上映的台剧《想见你》 剧中女主人公黄雨仙的男友王全盛 在空难中去世了 黄雨仙因为过度思念男友穿越回了1988年 灵魂附在了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陈韵如身上 并遇到了和世事男友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孩李子维 黄雨仙进行了各种尝试 想要改变大家此后的命运 最终却发现导致大家命运逆转的元凶 竟然就是自己穿越回过去这件事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莫比乌斯环 编剧通过描述主人公在莫比乌斯环中 苦苦追寻逆天改命之法而不得 反映出来了一种玄傲的宿命观 《想见你》一经上映 就因为其烧脑悬疑的剧情收获了无数好评 可大家有没有想过 莫比乌斯环的诅咒真的有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2016年豆瓣论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颇为诡异的帖子 发帖人声称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女孩 向她求救 起初她以为这就只是一个梦而已 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却让她感到几倍发凉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丹霞地貌女孩求救事件 2016年1月楼主Mindy 在豆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细思极口 我觉得现实中有受害者托梦给我的帖子 帖子里讲述她晚上做了一个特别真实的梦 梦中她来到了陕西省的一个小县城 那里有着独特的丹霞地貌 所谓丹霞地貌就是红色的沙粒岩层构成的一种非常优美的风景地貌 红色沙粒岩经过长期风化玻璃和流水侵蚀 会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怪岩石 远远看去色彩斑斓气势磅礴 丹霞地貌在全球除南极州之外的各大州均有分布 其中中国、美国、西部、澳大利亚等地分布广泛 目前在中国已发现的丹霞地貌就有1100多处 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 楼主在拥有丹霞地貌的这个小村落里 看到了一个被拐卖到这里的女孩 女孩被绑着 她告诉楼主自己叫墨贝 这个名字是根据发音写出来的 可能并不是这两个字 总之墨贝非常焦急地让楼主给她的家人打电话求救 楼主依次给墨贝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打去了电话 但电话都没有接通 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楼主看着墨贝的脸一点点地变成了和楼主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长得和楼主一模一样的女孩哭着说道 一定要给我妈妈打电话求救 也就是说楼主梦见自己被绑在了这个小村子里 哭着向自己寻求帮助 等于自己给自己托了个梦 楼主醒来之后觉得这个梦境实在是太真实了 她甚至记得自己在村子里上个厕所是什么样的 中午吃的饭是茄子和另一个素菜 打电话时手机显示的时间是下午1点51分 楼主还说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被困女孩曾经尝试过拼命地往山下跑 但村子里的村民似乎早就知道女孩要往哪个方向跑一样 早早地就等在了那里 所以女孩怎么跑都跑不掉 梦醒之后楼主依然感到背后有阵阵良意 于是就把这个诡异的梦发到了豆瓣论坛上 有网友留言说 要不然试着打打梦中女孩给出的电话号码 说不定在陕西的某个小村落真的有个被拐卖的受害者呢 打一通电话也许能救一条人命 但遗憾的是楼主说电话号码他已经不记得了 关于楼主梦到的这个陕西小村落 后来网传楼主曾经在帖子中提到那里叫做国村 以至于有网友扒出 陕西省宝基市确实有个地方叫国镇 在陕西方言里也被称为鬼镇 发音同鬼 但国镇并不是山沟沟里的农村 它在宝基市陈仓区属于市区 马路上遍布摄像头 而且这里是属于关中平原地带 并没有所谓的丹霞地貌 事实上楼主在圆铁中根本就没有提及村落的名称 圆铁早就被楼主删除了 国镇可能是后来网友复述帖子内容时加进去的信息 至于楼主为什么会删除圆铁 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按下布表 不过我找到了当年圆铁下面 楼主与网友的互动留言 楼主明确的提到说 他不记得县的名字了 只记得是三个字的县 后来又有网友猜测 楼主梦到的地方是陕西省静边县的龙州乡 那里确实是一个有着丹霞地貌的偏僻小村落 不过这些也都只是网友的猜测而已 并没有得到楼主的肯定 当年这篇帖子一被发出 就在豆瓣上引起了小范围的热议 网友们各显神通 对楼主的梦境进行了解析 也给出了楼主一些建议 有网友说 楼主梦中那个女孩 突然变成了楼主的脸 这会不会意味着 这个女孩就是来自未来世界的楼主 她被困在了那个小村子里 所以自己给自己拖了一个梦 不过楼主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信息 现实生活中如果她遇到了麻烦 是一定会去找爸爸的 因为妈妈就是个傻白甜 不顶事 但在梦中 那个遇难的楼主却一直强调 要去找妈妈 打电话向妈妈求救 因为妈妈的电话一直没打通 她后来甚至尝试打了妈妈的QQ电话 而在现实生活中 她的妈妈是只有微信 不用QQ的 还有网友猜测 那个被困的女孩 会不会是现实生活中 被拐卖到那个村落的真实受害者 是楼主无意间接收到了对方的脑电波 这位网友还特别提到 他曾经看过一位刑警写的办案实录 一户人家发生了命案 丈夫杀害了妻子 这位人家的邻居是一个女孩 案发当时邻居女孩正在睡觉 好巧不巧就梦到了案发经过 警方调查后 还原出的案发经过 与女孩的梦境竟然一模一样 当然了也有网友劝楼主莫慌 说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可能楼主在电视里看过丹霞地貌 于是就做了个跟丹霞地貌有关的噩梦 仅此而已 对于楼主接下来该怎么做 网友们的意见分为了两大派 一派建议楼主真的去陕西那边看看 万一真的有人被拐卖了等着救援呢 也算是行善了 还有网友直接说报警吧 要是我的话我会报警的 问题是报警之后 楼主要跟警察说什么呢 说我做了个梦嘛 估计警方会把楼主当神经病的 而且楼主还提到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梦会不会就是个预知梦 如果楼主真的去了陕西 梦境里的一切会不会就成真了呢 另一派网友则建议楼主 千万不要去陕西 去了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始 甚至有人贴出了他曾经看过的一个故事 说一个女生一直没有找到对象 身边的人都挺着急的 有一天这个女生梦到和一个男人一见钟情了 男人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让他打给自己 女生醒来之后跟朋友说了这件事 朋友就劝女生说 要不然你打过去问问 说不定是一段良缘呢 结果打过去后才发现那是殡仪馆的电话 然后那个女生当天下午就出车祸去世了 后来又有网友建议楼主去天涯论坛的连篷鬼话发个帖 让高人给算一下楼主照做了 也正是因为被某位不知名的高人指点后楼主删除了原帖 高人建议楼主千万不要去寻找梦境中的村落 而且要把网上的帖子给删掉 停止讨论否则对自己不好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楼主都从网上销声匿迹了 直到四年后楼主再次上线 说出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变故 2020年6月5日消失了四年的楼主发了这样一则帖子 他说好久没上豆瓣了 没想到四年前的帖子还有人在关注 真的很感谢大家 一切是来源于一个梦 梦里有个女孩向我求救 我甚至梦见了她的手机号码 梦见了很有地域特色的丹霞地貌 还有很多很多细节 当时我都一一记下来了 很多人让我去救她 我也曾犹豫过要不要因为一个逼真到起点的梦去报警 甚至自己去看看梦里的那个地方 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形 2016年我19岁 无忧无虑 现在23岁 这四年里我过得很是魔幻 从自己身体出故障 到心理抑郁和青梅竹马分手 到后来父亲猝死 母亲患癌症 家道中落一贫如洗 我的人生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我也想过或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报应嘛 也许我真的应该去看看那个梦里的地方 其实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有网友给楼主留言说 不应该听那个所谓高人的指点 网友说道那是个狗屁高人呀 害人误人 能做梦梦到说明楼主和受害人有缘分 原生能共鸣 既然梦到就有责任去做点什么 不是谁都能梦到的 如果明明有缘分 能帮助却放任不管 那就是损因得 折福报的行为 就好比一些修行中的道士法师 都会遵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如果有施主找上自己 就必须全力以赴去帮忙 没有能力是一回事 如果有能力却不尽力 是损因得的 人和人的缘分真的很奇妙 能遇到就是缘分 不能拒绝 现在太多所谓的高人 自己什么都不懂 还出来忽悠人 希望这些人说话的时候 能谨慎点 这个因果能承担得起吗 另外还有人注意到 楼主把网名改成圣夏了 十几年前曾有一部风靡 一时的悬疑惊悚小说 《怨气壮灵》 小说的女主人公就叫圣夏 她拥有一串 能够被亡魂的怨气撞响的风铃 并能在梦中得知亡魂生前的遭遇 然后帮忙化解他们的怨气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把自己的经历 带入到小说里了 2020年6月7日 楼主再次发帖 她说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后续了 谢谢大家的建议和祝福 鬼神之说 我敬畏而不全信 自问做人善良坦道 无愧于心 也许是运势之说 也许福报未到 但我相信会好起来 现在我一边照顾妈妈 一边写好像永远写不出的硕士论文 也慢慢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做一点小本副业 因为妈妈的化疗药物和检查花费 实在是太大了 就在大家觉得事情就要到此结束了的时候 2021年2月22日 楼主突然发帖说 我要去丹霞了 祝我好运 网友们纷纷劝楼主 一定要带上自己的朋友 楼主则表示 绝对会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一切事务 并请大家放心 无需太过紧张 这一切只是她人生中的一段历程 此时有网友想起了 楼主梦中的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 梦中楼主一直说 要打电话向妈妈求救 会不会是因为那时的楼主已经没有爸爸了 也就是说梦里的楼主是四年后的楼主 一切早已注定了 楼主四年后会去寻找梦境中的村落 不少人开始担心 楼主所经历的一切 会不会形成一个莫比乌斯环 楼主托梦向自己求救 高人指点楼主不要去丹霞村落 四年间楼主听了高人的没有去 然后加逢变故身心受创 楼主开始猜想这一切是否是没趣的报应 于是楼主决定前往丹霞村落 假设楼主在村落中被绑 梦境实现 那么将回到第一步 楼主托梦向自己求助 新的循环又开始了 梦境看似是因 其实也是果 也许只有不去寻找梦境中的丹霞地貌 循环才会被打破 就在网友们讨论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2021年3月13日 楼主又更新了 让人意外的是 他说自己并没有去陕西 由于工作的原因 借此全国出差 最近去了几个南方的省份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看了 网友们的讨论后改变了行程 总之到此为止 事件就告一段落了 风波逐渐平息后 楼主再次从互联网上销声匿迹了 有人分析整起事件说 楼主家中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从自己身体出问题 抑郁到父亲猝死 母亲患癌 这一切真的是梦境造成的吗 还是三人成虎的心理暗示呢 或许如果没有那么多人说细思极恐 那么楼主就只是做了一个细节清晰的噩梦而已 还有人说整个故事就是个营销事件 内涵软文 但是对于这种说法 我个人是不太认同的 其一 我没有太看出来故事营销了什么 难道是丹霞地貌旅游景点吗 可是楼主在原铁中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地点呀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 我在豆瓣论坛上找到了楼主又改了名的账号 他似乎至今为止还没有解开心结 今年5月17日 他发文称 好像变成了怪物 变成了不属于自己的怪物 7月9日 他又发文称 想看一部日本电影 其内容是一家小公司的职员们 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办公室里 永无尽头的一周循环之中 为了打破循环使出浑身解数 这里就不公布楼主新账号的名称了 也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他 愿他能够顺利地度过人生中的一切难关 至于这起事件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留言区内讨论 那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